这组画面其实是为了展示上海上岗对队员自开场稍吹响之后 展现出来的那种对于比赛的一个是投入程度 二一个就是他们的这种拼抢的决绝和这种气势 刚才看到的是陈彬彬 现在又看到的是洛佩斯 这是对于杨帆的一个灯榻的动作 而且这个动作按理说是够得上 你看主台办都表示了 如果你再用这样我就出牌了 其实是可以够出牌的标准了 但是这个表示上海上岗一开场的这种 试夺这场比赛胜利的这种气势 你包括我记得后边还有应该是陈彬彬对于王刚的一个压迫 这种勇于的去上身体 勇于的去对抗 他就是要在开场的时候 换句北京话说我要给你打个样这场比赛 我要让你怕我 这个就是包括复欢的这两连产 其实北京的球迷很熟悉这种气势 当年踢亚游杯决赛的时候 我们队川奇贝尔迪 我们的外员安德雷斯 那是三连产 这复欢是两连产 这两连产没有问题 不是当动作 展现了这个复欢代表全队的这种气势 所以我就说上岗这场比赛开始之后 包括开始之前的这种预案 做的是非常的充沛的 就是要在气势上一定要压住国安队 所以在开场的时候 你用的那个词是失望是不是 伤感 伤感 就是没有原来的 原来国安队是这么踢的 对 原来在我记忆当中 原来国安是这样勇猛的 因为原来金指导说这个踢上海队的时候 上海队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技术是全中国足坛最好的 但是他们的作风偏软 金指导金指阳指导 就是每次踢上海队的时候 一定要把我气势给我踢出来 要让他们害怕 但是这场比赛正好掉了个个 让上海队把气势给踢出来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就是改判点球的之后 好像没有球员认为这是一个 就是哪怕去跟主才去 再去交涉 对 当然该不该去跟主才交涉 这个两说着 但是你的这种急迫的心态 其实可以通过一些细节能反映出来 就是昨天我有一个朋友 说还说呢 说看完这场比赛会觉得 他给出的一个词 没有 他觉得国安昨天这场比赛 踢得特别老实 老实 对 产生的这种 包括对于杨世元 那张第二张黄牌处理 你看我们的 这要割巡龙 你胡说客 你敢胡了我脑袋 这是你胡了我脑袋的时候吗 就是没有原来的那种 气势了 爱谁谁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踢得特别客气 特别优雅 都是技术流 都是中场控球大师 好看不好看 真好看 踢得好不好 好 但是缺少了一丝丝 一股股 原来那个国安队 在我们心中的那股劲 那像咱们一般都喜欢 这个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不知道王宿解读的 这样的一种现象 背后的本质会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和我们 这个 因为说句那个什么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场上的队员 就是荆棘的队员几乎没有了 那么你想原来的都是一些什么球员 就是别说老国安的那帮 那基本上都是一水的北京人 包括后来的也有一些 比如场上最戳得住的 寻龙养谱 这北京孩子 他可能越往后踢 这种职业化的特点 进入到这个球队当中 他势必会把一些原来 对于这个城市的归属 对于这支球队的这种 那种原来的那种感觉 可能会此消彼长 但是不是说现在的队员不拼 他们已经很拼了 但是我们球员 为什么老感觉不到 原来的那股老北京队的 那股魂 那个劲儿没有了呢 这个有的时候你说去解决 怎么去解决 我觉得很难去解决 因为踢的已经不是原来的 那种足球了 那其实接下来呢 我们不妨再来说 一个特别调查 有超过一半的球迷 都把这个票投给了 主帅排兵部阵上的差距 那这个选项 我不知道王素认为 球迷为什么会这样选 咱们还是结合比赛 来复盘一下吧 这个因为记住这个佩雷拉 因为在18年 就是我们在上海 在足球杯淘汰他们之后 记得在赛后佩雷拉 说过一句话 说这种比赛 再也不会再发生了 结果印证了他的这个断言 之后在和上岗队交锋的时候 国安队一场 连平局都没有 连续五场被上岗队击败 所以说这个 虽然是来自葡萄牙的 这么一个性格教练 但是他骨子里有这股 梗劲 就是说我说到 一定要做到 那么在开场之后呢 我们发现和原来踢上岗 不太一样 就是原来踢上岗我们掌握主动 传控 高位逼抢 上岗是打我们的反击 但是这场反过来了 我们在打上岗的反击 其实这个是热内西奥精心布置的一个踢法 而且上半场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这又说回来了 如果说那个点球盼了 如果说发展到后来他们少一个人 那热内西奥这个改变是不是就成功了 但是没法用结果来倒推过程 对 但是很多球迷 这个耿耿于怀 认为他不太合理的地方 就是在上海上岗主动做出了很多变化的时候 比如说下半场 一下换了三个队员 包括看你上半场王刚踢的风生水起 把王申超挪到这专门来对付王刚 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的变化就显得有一些木讷 显得有一些这个缓慢 我们记得是最早的换人是70分钟 侯永永被池中国踢下 然后将近80分钟才换了两 张玉宁是86分钟才换上去 那么这么一比 包括这个王申超在上半场 频频在左路打 这其实也是佩雷拉 这个根据审时度势场上的这个变化 做出的一个自己的调整 这些细节都能够反映出 这个教练员对于这场比赛 就是临场指挥上的一个差距 而且在双方指挥风格的时候 并不是说我们要求喜欢那种张牙舞爪的 咆哮似的 甚至撒泼打滚的那种教练员不是 但是我们球迷可能觉得 不光是我们的球员太老实了 我们的教练员是不是也太老实了 我们还是需要一点血性的感觉 有性格的 有点脾气的 你像原来金志阳 李章珠 帕切科 包括施密特 他都在一定程度上 会有一些精神方面的加持 对这个球队的补充 但是我们的这个热指导 可能在有的时候 显得在场边过于安静了 过于儒雅了 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们原来老北京对的那种魂 那种感觉